歡迎大家回來我Tom Lee的西班牙畫教室 這個錄音其實在去年我也錄過 教大家數目字由零數到一千 所以懂得數目字的話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講電話給別人聽 或者我們可以講年份 我們的歲數 這些都是數目字 或者跟別人講錢 都是數目字的 所以我希望教得清楚一點 我重新再錄一段錄音 希望大家滿意 我叫Tom Lee 你可以叫我Tom 李成、李sir 什麼都可以 這個題目是關於西班牙話 我以廣東話為主教大家西班牙話 如果你說我不會聽廣東話 我又沒有其他語言去教大家西班牙話 Email address 青湯929 青湯929 ad yal.com.hk 並且網址是青湯929.com 斜動skyjargon 就是天龍 這個電話號碼 是65928609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開始西班牙話教室 由零到一清 折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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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即是dousand del 即是from the from the zero to the thousand 跟英文有少少不同 英文就是from zero to thousand 但西班牙語有很多詞加的d 所以就是from the zero to thousand 我們看看第一段 第一段教大家由零至十 由零至十 西班牙文、英文和這個數字 讓大家清楚一點 這個沒有數字 我可以加一個數字 等於一 等於零 0 即是0 zero 即是0 大家留意 R音 沒有se lo 不是se lo 是se lo R音 如果有聽我說ABCD 關於西班牙文的字母 R就讀r 而你 你不是l 而 你就是 就是放進去近上鱷 但沒有碰到上鱷 然後噴氣彈出來 然後捲來 這個就是r 所以就是se lo 那就是zero uno una 或者un 為什麼一會有這麼多呢? 如果你只說一就是uno 只說一就是uno 如果你說一本書的話 那你就要說un un libro un libro 但是 為什麼會有una呢? una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後面的名詞 是陰性的話 譬如一張椅 那張椅叫做se ya se ya se ya 是一個陰性的名詞 所以 如果說一張椅 我們叫做una se ya 我們不可以說un se ya un se ya 就是錯的 因為 因為陰性的名詞 我們就會有陰性的 數目字去代替它 所以我們一定要una se ya una se ya 或者un libro un libro 但如果只說一這個字 你就會用uno 二至十 我讀一次給大家聽 然後逐個解釋給大家 dos tres quadros cinco 六 六 七 七 八 九 九 十 十 OK 這個9號 你會看到這個V字 其實是夾在兩個母音中間 所以正確的讀音是NUEVE NUEVE 即是近V音多些 但是現在大部分的人 講西班牙話的人 都會把V和B音合在一起 可能就習慣了 所以比較方便 無論合不合適兩個母音 都讀做NUEVE 其實也可以 我由一 由零數到十 CERO UNO UNA UN DOS TREZ QUADROS CINGO SES SETE OCHO NUEVE DIES 就是零至十 零至十 大家可以試一試 數好 零至十沒有問題 我們由十開始 跟英文一樣 十一 不可以是 DIES IUNO 不一樣 十加一 就是十一 有另一個讀法 由十一至二十 我讀一次給大家聽 ONSE DOSSE TREZE GADROSSE GINSE 十一至十五 十一至十五 很多時候 我會教一些 例如說廣東話的人 容易去記 開頭我記的時候 就是五條蛇 你看到全部都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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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蛇蛇蛇蛇蛇 你會記就是 ONSE DOSSE DREZE GADROSSE DINSE 就是十一至十五 十六至二十 或者十六至十九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字的組織 我可以給大家看 它是 DES E ZE OK 應該是十加六 DES E 就是十六 它把這個 簡卸 黏在一起 Y 改為I Z 改為C 拼音 所以 不能 Z 黏在一起 Y 很怪 沒有了母音 所以 Z 改為C Y 改為I 其實Y和I 其實Y本身是半母音半字音 有時是母音 有時是子音 這裏 不可以這樣寫 DES DES 因為 音系的問題 所以把Y改為I 整個字 黏在一起 就叫做DES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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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5, 16, 17, 18, 19, 20 就是11至20 10至20 完成了 接著繼續下 由21開始 del bendi uno bendi uno 即是21 21 aladrenda 至30 21 叫做 bendi uno 21 記住 其實是20 bendi uno 20 叫 bendi uno bendi uno 即是21 同樣 把21這三個字 黏著一個字 將這裏改成 bendi 將 y 改成 i 將 e 禁止 因為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將 e 和 i 黏在一起 所以將 e 禁止 便是 bendi uno 便不是 bendi uno 便是 bendi uno bendi dos bendi dos Dos 也是一樣 應該有一筆 bendi dos bendi tres bendi tres bendi cuatro bendi cinco bendi seis bendi siete bendi ocho bendi nueve 你看到21至29 其實都是20加1 20加2 20加3 至20加9 到30 當然 亦會轉為 叫做 drenda drenda 即是30 所以下面我解釋了 是20加1 將它變成一個字 是21 以其說20加1 我們便說21 就是 bendi uno bendi dos 如此類推 再讀一次給大家聽 Brendi unos Brendi dos Brendi deres Brendi cuatro Brendi cinco Brendi seis Brendi siete Brendi ocho Brendi nueve Trenda 就是30 繼續下跌 30至100 就簡單很多了 我們由一個30至100 告訴大家 30就是Trenda I uno Au sin 這個就是I 至100 Brendi u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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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31 到100 Au sin Au sin 到100 OK 31 其實很簡單 31至39 都是30加1 30加2 30加9 按照寫三個字 不是簽成一個字 31 Dendai dos Dendai des Dendai cuatro 如此類推 到31至39 所以我選擇了31 32 其他都是你自己加進去 其實是一樣的 OK 到40 Guaranda 50 Singwenda 60 Sesenda 70 Sedenda 所以60和70 大家要小心讀音 尤其是你聽人說的 聽清楚 Sesenda Sedenda 就是60和70的分別 相差了10 大家要小心 Ochenda 就是80 Nobenda 就是90 OK 所以 由30至90 100就是CN 100就是CN 30至100 30 31 32 如此類推 到40 50 60 70 80 Nobenda 以及CN CN就是100 OK 所以 Nobenda 大家也要留意到V字 V字夾在O和E之間 你也可以讀Nobenda 大部分港西班牙人的習慣 都讀Nobenda 都可以讀Nobenda OK 這就是由31至100 我們由100開始 由100至Giniandos 就是500 OK Giniandos 就是500 Sedenda Sedenda Uno Sedenda Uno 就是101 OK 大家會記住 如果是100 我們會讀CN 但如果是101 102 你記住 不是讀CN 我會加上TiO Sedenda Uno Sedenda 1 所以199 199 Sedenda Sedenda Nob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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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edenda Nobenda Nobenda 199 最初我讀的時 我都讀得很慢 讀字 讀到你習慣了 就開始快 Dosiendos Dos 就是2 Siendo 就是100 但要加S 因為是200 所以在後面加S Dosiendos 300 我忘記了加S 300 亦是300 300 300 就是300 400 200 同樣是 Guardro Siendo Guardro Siendo 就是400 所以由200 300 400 我們只會把2加在前面 3加在前面 和4加在前面 加100 但記住 100在後面 就要加S 因為200 300 400 多於100 就是幾個100 但500 有些特別 500 這個字 不是 Singgo Siendo 就是Ginni Endos 所以500 這個字 是特別大家要記的 你千萬不要把5加100 就是Singgo Siendo 那就錯了 所以是Ginni Endos 所以是101至500 大家可以試試讀 就是Ciendo 1 199 200 300 400 500 500 就是500 然後由600 到1000 到2000 到2000 就是2000 我們如何讀 600 就是600 很簡單 很簡單 是 600 但你留意700 就不是 Sede Siendo 就是 Sede Siendo 你留意600 和700 60和70 它的變化也很微妙 60是 Sesenda 70是 Sedenda 600 就是 Sesiendo 700 700 只有這兩個變化 所以聽別人說 也要小心 究竟是 Sescientos 或者 Sedescientos 800 就是800 800 900 也不是 Nuevecientos 就是 Novecientos Novecientos Nue 就是 EU UE 就是 Novecientos 900 1000 就是 Mule 然後 2000 3000 4000 就是 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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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er Mule 就是4000 5000 是先國 6000 就是 5000 6000 就是 由0 數到2000 大家可以重溫再數 我們學到這裡 我們試用數字 去做兩件事 做兩件事 教大家簡單的事 第一件事 就是講電話號碼 講電話號碼 西班牙語中 叫做 Numelo Delefono 留意這兩個字 最好我解釋重音的位置 不要讀Numelo 不要讀Numelo 叫做 Numelo 這個重音在前面 因為有一片在母音上 有重音在那裡 要麼讀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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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麼讀Numelo Numelo Delefono 你可以看到 Delefono 不是Delefono 不是Delefono Delefono 一個重音在一片 就會走來這裡 走來重音在這裡 如果沒有這些一片的重音 這個重音就放在 尾耳的音 尾耳的音 尾耳就是尾耳的音 但現在有重音 所以就在這裡加重音 Numelo Delefono Delefono 就是Number of Telephone 就是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如果是雙數的話 即是六個字 八個字 十個字 雙數的話 一組一組 兩個兩個 兩個 所以這是讀三十六 二十九 六十九 當然廣東話可以說 三六 二九 六九 可以逐個字 逐個數字說出來 但西班牙話 不是 如果雙數的話 就是一對一對一對 所以是讀三十六 二十九 九十六 三十六 Delef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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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九十六 就是 九十六 就是九十六 如果是單數 你可以看到 這是八個字 十一個字 是單數 首先 會拿 第一個 字 第一個字 Ocho 讀出來 接下來是雙數 所以 可以讀 Ocho Ocho Sigwenta y Dos Ocho Sigwenta y Dos Ocho Sigwenta Sigwenta y Dos Sesenta y Cinco 65 Sesenta y Cinco Sesenta y Cinco Nobenta y Dos 92 Sedenta y Ocho Sedenta y Ocho 68 還有 Sero 如果是09 記得讀 Sero 09 數字 都會說出來 當然 如果聽人家說 最初不習慣 人家說得很快 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太多數字 很亂 你可以叫他慢一點 可以叫他慢一點 再說一說 最後 就是 說年份 例如2014年 2014年 它不同英文 英文會讀 2014 即是2014 我們 廣東人 只會讀 2014 我們中國人會這樣讀 但西班牙人每天都讀 就會是 2000 2000 然後14 它又會說 2014 不會是2014 是沒有的 2014 所以是Dosmilgadasse Dosmilgadasse 2014 Dosmilgadasse 通常是說年份 那就是1964 英文也是1964 1964 1964 但我們中文是1964 所以西班牙文是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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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 也是1853 1964 1964 1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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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說年份和數字 大家可以連接不同的年份 然後練習一下 到最後 說完年份數字 即數字我們說得差不多 最後就是 Adios Goodbye 再見 Da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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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大家 我這個課程圓滿地結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欣賞這個課程 慢慢去學習西班牙文 加倍努力 大家都在一起學習 如果我再有新課程 我再錄下 然後讓大家去聽 Thank you Bye Bye